好记者现在的位置呢 就在新北市的北海岸 现场的雨势是一阵一阵的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呢 路面上的积水确实非常的严重 而这个水呢是一路从山上 可以看到从山坡上呢 就陆陆续续是有水流下来了 但是这个水呢是一路流到了地面上 而且这个不止到这个车道而已 还是一路流上了这个对象的车道 等于说现在呢 整条马路都是泡在泥水中的 那现场这个水势呢 也是相当的湍急 其实刚刚呢 我们想要这个过马路的时候呢 都走路都会有一些困难的 也可以看到呢 这个车子现在行进的时候呢 都会见起非常大的雪花 不过我们还是建议说 民众行进这里的时候呢 真的要特别的小心 因为冲下来的不只有水而已 包含像是这个石头啊 还有这个树枝呢 都是一路被冲刷下来的 如果说速度呢 是有比较快的话 有可能会造成这个爆害的风险 提醒民众要特别留意了 但是其实这个灾害呢 是一路延伸到了前方的店家 我们稍早得知的消息 就是说呢 前方是有餐厅 这个水啊 是一路冲刷到它的店里头 所以呢 他们现在呢 也已经开始在做这个清扫的作业了 那不只是在北海岸这边呢 其实在这个金山万里一带地区呢 于是都还是不断的状况 我们刚刚呢 要从万里来到这个北海岸这里的时候呢 真的是困难重重 因为很多地方都在封路 因为随时呢 在这个山区呢 都会有这个土石坍塌的情形 所以呢 要提醒民众外出的时候 得要小心 我们从这个空拍画面呢 也可以看到 其实呢 虽然雪有稍褪一些 不过呢 在万里金山一带呢 看起来呢 都还是像是泡在泥水中的 那现在呢 我们人是在北海岸这边 可以告诉民众说 路面上的积水 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提醒会经过的民众 得要多加留意了 那再提醒大家一次呢 明天在金山 万里 三支跟石门等等地区呢 是停班停课的状况 所以没事的话 就不要出门